Hello 大家好 聽得清不清楚 因為我不見了那個Hands3 所以唯有這樣對著鏡頭說話 看鏡頭很乖 講開鏡頭這件事 因為這麼多人問我你去哪裡 這個就是很可愛的Rosemary 你說自己很可愛 我們等待聽眾進來 媽媽要先分享一下 你等我走 不要動 OK 進來了 Hello Yeah OK 多點聽眾進來 我先分享一下 接著我們就開始講了 OK 為什麼會 剛剛我停鏡頭就張開鏡頭 OK 你很開心 媽咪抱你是不是很開心 OK 分享一下新童感受 OK 大家看得清不清楚 清楚 OK Thank you OK 好了 那 電話沒什麼電的 所以 我今天可能不是看到太多 I mean留言 喂 小朋友 看鏡頭的影片不要怪著看著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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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mary Rosemary OK 好了 OK 今天呢 先坐近一點 因為我怕收得不清楚 對了 那就 先說幾句 那就是 我想我這輩子和西衣的緣分都應該七七八八了 事緣就是我覺得不舒服 是的 那我的不舒服就是心口很危 那我呢 有前科就是心包嚴 好笑的 就是第一次是零八年 那時候呢 就並無任何經驗 就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那我只是覺得 那個心好像很重 然後呢 好像很容易喘氣 OK 通常這樣的情況 你會覺得自己不夠fit 對不對 那我那時候呢 是有做運動的 那我那時候呢 是有做運動的 那但是呢 後來呢 怎樣知道那些不妥呢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是 在一間房裡面 那呢 我就睡到一張床 看電視 電話一響 咦 那電話在哪裡呢 然後一看 原來電話在廁所上 但其實是套房來的 你不要想著很大 正常香港的房子 那我又把床下床 走去廁所 我拿回電話呢 我是差點暈滴的 那時候是零八、零十年 我就覺得 已經不對勁了 那我就去看醫生 那時候就看了個心臟科 檢查了出來 就是心包炎 那就是心臟 對 外面的薄膜那裡有些積水 所以你覺得我心很重 那你搭地鐵那些呢 你走幾級浪 在那邊覺得 車仔很辛苦 那時候我就是 第一次創業 開一間貿易公司 然後呢 如是者 隔了幾年 那一間公司我賣了 後來 就開餐廳了 開餐廳 開餐廳呢 咦 又有很接近的徵狀 這樣 然後就入院了 好了 然後就輪到最近了 最近又有這樣的徵狀 那我就蛇龜了 因為有前科嘛 那其實是 都危險的 就是這個 你牽涉到心臟也是危險的 那呢 所以就立刻想著去看醫生 那我就 都是想著 就是我捱到頂到 我的中醫有空理我 我就回去看我的中醫 那我去醫院檢查呢 那醫生檢查了 心臟檢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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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要我立刻入院 那我就是呢 人家沒有走老新娘的 run away bride的 我就是run away patient 死都不肯入院 OK 然後呢 就走了 好了 然後呢 再看第二個心臟科 那出來的結果又不同 那 簡單來說就是 西醫檢查不到 他檢查不到 他檢查不到 我一個是說 有似是有事 第二個呢 就說是沒事 但anyway 那呢 到最後 我的中醫終於有空了 那我就去找我的中醫 那我的中醫呢 是 輕輕一摸 OK 都已經 不行了 這裡呢 心包經呢 在哪個位呢 你知道我們有經樂這件事 OK 我給大家看一下 看不見到這裡 這一個月位 就叫做曲閘 OK 這樣呢 我又講故事給大家聽 就是 好多年前 我想是09年的時候 對了 09年的時候 有一個 大陸的中醫 他不是開藥那種 他是幫你按的 OK 然後他一直在按 按 那我很少按手 通常就是按腰 頸 那些痛的位置 按這裡 然後他突然看著我 他不認識我 他第一次幫我做 他說 你是不是不夠一年時間 不到一年 他說可能 八九個月之一年時間 你曾經 心包出過事 不舒服 不過我突然之間 我準備睡著了 我一睜大眼看著他 我就覺得 他不說是吧 你這樣也知道 然後呢 他就說 是啊 我摸到這裡 曲折 即是 這一個 OK 或者這一個 同一個 一心包經 就是走在裡面的 OK 他就說 是啊 我摸到裡面 有些沉澱 有些硬塊 有些什麼 然後我說 咦不是的 但我的心臟科 說 我好回了 那我就說 那你自己覺得怎樣 我說 我還是覺得很偽 還是覺得 好像討不上氣 很偽 很辛苦 接著他就說 我幫你試一下弄 我說好啊 他說 我幫你試一下 挖沙 拔罐 然後 兩個都試過不行 到最後他就說 我試一下幫你拍沙 那就是呢 這樣打 但你記住 如果你那個位 本身已經 不是好的 就是整個心包經 兩邊的 如果你的心包經 已經有問題的話 你的月位本身 是痛的 OK 你想像一下 給他這樣拍 我就叫救命 他一邊拍一邊拍 就出了一顆顆 好像紅豆 OK 很大顆的 黑色的沙 但是呢 都是解決不了問題 到最後他就問我 他說 他就說 我幫你放血好不好 你怕不怕 我說不怕 我說痛不痛 他說不痛 我說你早出聲啊 大哥 不要讓我經歷過了 挖沙 拔罐 拍沙 你一來就說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很多人接受不到 很怕你害怕 我說我不怕 最重要是不痛 然後他就在 我剛才說的 曲襲這個位置 OK 現在我看上去 這位置是硬的 他就刺一針 然後就放了一個拔罐 下去 我說什麼 是超恐怖 超噁心的 是吸了一條 好像一條死了的憂癮 那樣 黑色 啫喱狀 你真的不知道 是以為是一條憂癮 OK 很大的 啫喱狀 亮的黑色的 很噁心的 我有拍過照的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 那張噁心的照片 然後 那條噁心的東西 放了出來之後 我突然之間 好像突然之間 那個胸口 那個重淡 那塊石就沒有了 OK 然後我整個人 就豁然開朗了 OK 好了 不幸地就是 我那個胡香 就是他過了期 如果不是 我應該已經走了去找他 是一個女中醫來的 不開藥 只是幫你按 非常之厲害 這次我在香港 找到我平時的中醫 他有開藥給我 又幫我做針灸 OK 但是 為什麼要提這個故事給大家聽呢 就是 在西醫的層面 就是 記不記得我上一集所說 在面頭那一層 肉體的層面 他查不到 但是其實如果在下面 比如情緒的層面 OK 再下面是 能量的層面 再下面是 靈性層面 OK 其實已經驗了出來 只不過是 他去到 幾面 即他浮到幾高 OK 正如這個 港鐵的沙中線 我沒有說錯 沙中線 這個 會展站 是不是 OK 它是沉降的 那你覺得 你面頭鋪很多的櫻 鋪泥 再鋪雲石 有沒有用呢 OK 心水清 大家自己想 我不會 去影響你覺得 是有用 還是沒有用 但是你覺得 你會在面頭 繼續鋪鋪 鋪和雲石 還是你會處理 沉降的問題 那所以呢 解釋 為什麼現在 我做 Consultation OK 都是那句 如果是有宗教信仰 覺得有抵觸的 那我不做這部分 但是如果一般 OKOK 我沒有問題的 那我就會 在沒見過客人 我都不需要知道 什麼情況之下 我就會 檢查你的 默讀 OK 那現在我的同事 也是一個 他本身是一個 Paleo 的Nutritionist 即是 舊石器時代的 營養師 OK 他幫我 我幫他 很多客人都見過他 跟他溝通過 那他就會下去 先給客人 那客人 就會看到 在能量層面 那七個默讀 我已經寫了數字 在上面 OK 然後其餘那些 譬如叫你填 你哪裡不舒服 你的 生酮阻味 生酮阻味 什麼時候開始 你有什麼 身體不舒服 你有什麼目標 你生酮想 達到什麼效果 這樣 這些全部都還沒寫 但是 我已經幫你先檢查了 OK 那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不是說 我想告訴你 我多厲害 我好厲害 我在未見到你之前 我已經知道了 你的身體狀況 並不是這樣 而是我覺得 這些東西 其實都幫到客人去了解 其實原來真的 雲石下面 原來真的有鷹泥 面有鷹泥 然後 鴻木泥 然後下面 原來真的 有鋼筋 這樣 那 原來那個能量層面 是有這麼大的影響 那 因為呢 我自己都會這樣跟客人說 我就說 你自己看看 譬如我 現在 跟你說 我一坐下 我就不看其餘的 身體的 就是complaint space 那些什麼毛病 病歷歷史 跟著 他心痛的目標 不理這些的了 你什麼都不要說 我什麼都不看著 我只是直接揭曉 去解釋給你聽 你是哪個默狼 發生什麼事 OK 那 我的interpretation 就是我的解釋 是怎樣 對 然後我就會跟客人說 你自己覺得 這個是不是你 對不對 對應 OK 在我 現在的情況 我自己check了 就很好笑的 譬如我海底輪還是很強 池輪差一點 跟著我的太陽神經蟲 還是很強的 OK 我的太陽神經蟲 是說90 接近100% 是很少 那些人是遺傳 遺傳我爸爸 太陽神經蟲 是你的power sensor 就是你這個人有沒有意志力 有沒有 就是 有沒有power OK 那個power其實是自己裡面的power 不代表你一定要是 對外 說我要管整間富士匡 或者我要管一間一千人的公司 我才有power 並不是這樣 而是 最大的power其實是對自己 OK 就是 譬如你的腦亂想什麼的時候 你有沒有power 去叫你的腦 stop 不要亂想這些無謂的事情 被人失戀 突然聽到一首歌又哭 哭到那裡又哭 見到人又哭 那很明顯就是你沒有power over 你的腦 OK 就是他想想什麼就想什麼 他想怎樣就怎樣 OK 那我的power center 還是很強的 100% 但是我的心能呢 OK 就剩下十幾二十個百分 那我今天跟傑里布丁 在這裡聊天的時候 他也跟我說 不如什麼 你去做喊救吧 然後我說 好啊 我絕對不理會 他說 因為現在呢 你真的 下氣不能夠上達 OK 我也知道是這樣 而笑料就是 如果我的solar plexus 我的太陽神經蟲 就是我的power center 我的力量中心 並不是動強的話 兩個比較接近一點 可能如果是50 另一個只剩下十幾二十 我可能會整個人虛弱一點 但是呢 我現在是頂住 即是它產生了很多energy 我的太陽神經蟲 但它上不了它 OK 通不了 OK 所以現在你說 喂 細檢查不到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這個經驗 或者甚至老人家 就是覺得 我這裏不舒服 我那裏不舒服 但是我看醫生 醫生又說我沒事 那樣 那到底是什麼呢 那 那 不要覺得 我突然是精神病 我突然是自己患上出來 其實我沒事 然後就dismiss了它 不要這樣想 其實 很多就是我所說的 這種情況 就是其實它沒有去到面那陣 就是說 譬如 OK 那個地方是 將軍澳舉例 以前不是說將軍澳會下陷的嗎 但是 咦 現在沒事 那是因為它的根基 摘得夠好 但是你看到這個沙中線的會展站 就不是這回事了 OK 所以就是說 你的能量的那個層面 你摘得夠不夠好 好了 如果做過consultation的客人都知道 咦 你check了能量層面 你跟我說我的脈絡 真的對應到 譬如說 你說我的齒輪不好 OK 那是什麼症狀呢 會出現 你說我的太陽神經蟲不好 會出現什麼症狀 或者我的三眼輪 就是這裡不好 OK 會出現什麼症狀 你問我的話 月脈絡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像我這裡 OK 然後這裡 OK 這些月脈你按一定有勇 但月脈你按下去 其實它是什麼呢 它是樹葉 OK 好了 接著經落是什麼呢 經落就是樹枝 這個是中醫的體制 但你問我 咦 你見到 是見到這麼多的 你見到一棵樹就是樹枝 樹枝 樹葉 但你有沒有留意到 這棵樹它未必能站穩 如果你不去到最根本 就是默論 那所以為什麼 我一檢查 我會檢查默論呢 我可不可以檢查12經落 可以 沒有問題的 絕對可以檢查的 那就逐個逐個經落去檢查 OK 就是看一下 OK 你這個經落強弱 那個經落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 如果你不嫌犯 那可以 就逐個檢查 譬如說 OK 這個 竹兆揚膽經 跟著這個 陰桿經 廢經 廢經 大腸經 廢經 逐個檢查都沒有問題 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 買這一套的話 就是我們去到這個 樹枝的部位的話 你就要肯 因應那個時間 去做那個時間的事情 比如舉例 你說 喂 你的膽不好 OK 那如果你跟蹤中醫的理論 你真的十一點鐘之前 你就要上床睡覺 OK 那好了 你說我肝不好 那肝不好 我沒有跟你說 那你當然要心痛 因為你沒有理由 要你的肝 還要吃糖 然後又要代謝脂肪 還要搞這麼多事情 對不對 那好了 你是肝不好的話 可以 你一點之前 你一定要睡覺 你就是十一點不行 你一點之前 一定要睡 OK 另外呢 比如有些什麼 草本 植物 是對肝好 Natto 沉麻 譬如 Dandelion 蒲公英 還有什麼 Yellow Dog 還有Slippery Elm 很多不同的 是對肝好 那比如你說 咦 這些事情 如果我 你說我是一個阿太 不用做 就說 但是我要上班 我哪有可能 按不同的十二時辰 去對應十二經樂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會問你 那我教你 按哪個月位 你可不可以幫忙 在那個時間按兩下呢 就算你上班 你可不可以 可能 進一進去廁所 或者在自己的位置按一下呢 例如舉例 我現在是心包不好 對吧 我心包 其實跟壓力有關 跟氣頂有關 OK 那它由 逆下這個位置 一路這樣 逆下這個位置叫天字 一路走走走走走 就走到中子 OK 這裡叫中充 OK 好了 那如果我跟你說 這個時間呢 就是有時 對了 那你呢 就要 出時 你就要去按它 這樣 其實都不難 我從這裡 一路這樣 按 沿著手臂內側 那你會有趣的 你會摸到 它的而且是比平常要硬的 那你說 我自己按不到的話 那 出去給人按吧 或者是 可能會跟你說 你做這個 叫做喵救 沒有了 針救呢 其實我自己都 其實 可面側面 因為我都很怕針 老實說 笑話就是 我媽在我小時候 是很想我做醫生 其實 想我做按科醫生 因為我媽小時候經歷過戰爭 那她覺得呢 打仗是難免的 就一定會發生的 那如果呢 你做醫生的話 就算被敵軍俘虜了 她也不會把你 因為你有用的嘛 那我媽媽也對 但是呢 她完全不知道 原來我女兒很怕血的 那所以呢 我只能做一些 牽涉不到 見不到血的 就是 草本學 Heurologist 你可以當是中醫 或者是Ayurvedic的醫生 或者是西藏的醫生 都是 都是開藥而不做手術的 不是Allopathic Medicine 西醫 OK 對了 那我們繼續說 那 那 我又要回答一下大家不同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問不同的事情 那就是說 你想知道有多詳細 你告訴我 我想知道我是五臟六腑哪個弱的 可以的 可以幫你檢查 告訴你 但是你說 我平時就只做默輪 因為我覺得 譬如我一個默輪 太陽神經 重量 有胃 有肝 有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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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檢查到那個默輪 是弱的話 我們可以再詳細一點 再看 他是誰 特別差 OK 所以就是說 要看下你是要怎樣看 但是有些人如果你說 我不是身體有什麼問題 的確是有這些客人 就是我見到有一個 我上一集都提到 一個71歲的叔叔 他住在加拿大的 他在去年五月開始生酷 他現在是瘦到 就說我不要再瘦了 因為說靜起身 我一次夜尿而已 身體健康不得之了 他不需要你檢查任何東西 他只是想你教他 跟他說他怎樣可以肥 不要不羞 這個純粹在飲食上面 OK 我們講一下食 第二個題目 就是要講什麼呢 就是 愛童這件事 愛童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 同體 OK 如果要specific去講 就是血童 Beta Hydroxybutyrate 血童 正常是你身體自己會產生的 就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會產生呢 就是在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的身體拿脂肪 調動脂肪出來用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血童 OK 好了 血童第二種就變了尿酮 第三種就變了氣童 OK 所以解釋過多次 就是睡醒為什麼會有口氣呢 其實口氣不是腸胃好不好 當然也有可能是 但是最主要那種味道 是來自於氣筒的 因為你睡覺睡了這麼多個小時 其實你的身體是拿脂肪出來用 因為你不要以為你睡了 你的身體就停了才行 沒有停到的 它正在運作中 所以它都要用東西的 因為你沒有葡萄糖 在這個系統裡面 或者用到七七八八 根本就掉脂肪了 所以你會聞到那一陣味 OK 好了 所以大部分人 我可以跟他說 你睡醒 不要四個小時之內 因為你想你的身體 可以用多一點的脂肪 OK 好了 這樣呢 喏 你的身體沒有糖 用脂肪的情況之下 就會產生血童 但是 如果聽這個節目 有一段時間 朋友會知道 有一個很帥仔很大隻的教授 OK 叫做Professor Dominic D'Agostino 他當年幫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Navy Seals 就建立一個特別的補充劑 就是讓他們吃了之後 要避棄潛水 入敵方的水域 而不會被偵測到 因為如果用氧氣瓶的話 它有機會 因為有些氧氣瓶會彈出來 就被人見到 就 就這樣 OK 但是他們有試過用一些 沒有氧氣瓶彈出來的 特別設計的氧氣桶裝置 但是發覺死了幾個人 OK 一個大腦沒有辦法 功效到 死了 所以 有見及此 美國軍方 就找了Professor Dominic D'Agostino 去製造一個產品 是可以幫助他們的 那就製造了 血糖 血糖是你身體本身有的 正如脫黑激素 你身體本身有的 但是脫黑激素和血糖的分別就是 脫黑激素基本上每一晚都會分泌 但是血糖是在你身體沒有糖分的時候 因為用脂肪才分泌 好了 現在呢 因為那個技術 現在就已經賣了美國軍方 已經賣了給那些商家 那一間公司呢 我都不想開名 我認識他亞洲區的總裁 他們就把這個產品做了商業化 我之前不知道是這麼貴的 原來20天就要2500元 那些人就說 哎呀很好啊 吃了很好啊 吃了就有生酮的好處 但是我想告訴你 我是堅決反對這個 我非常之反對 除非你告訴我 你是海軍陸戰隊 你現在需要潛水 進入對方 敵方的水域 否則 我會跟你說你不好 你要記住 你的身體 它會這樣構造一定有它的理由 是沒有糖 才會產生血糖 OK 如果你以為你吃這個血糖 你驗到尿是紫色 就代表你身體生酮 你是有錯覺的 OK 等於你在一個奧運的跑手 你吃了一些違禁的藥物 令到你的運動水平 你的表現更加出色 你驗尿都會驗到 或者你吃任何的毒品 你驗尿都會驗到一樣 它不代表你的身體 已經進入了狀態 第一 第二 我們知道癌細胞 是透過糖代謝 去取得能量的 換句話說 癌細胞是很需要糖分 也為什麼醫生 幫癌症病人去檢查的時候 如果他做那個是PAT scan 是會打顯影葡萄糖 等他的身體過肌的時候 會看到哪裏著燈 如果這個時候 腫瀏科醫生跟你說 你吃什麼都無所謂 那你應該問他 為什麼你打顯影葡萄糖 不打顯影清水 或者打顯影的血漿 或者顯影的鹽水 OK 因為癌細胞是對糖有反應 這一個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1921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就是因為這一個發現 好了 你想像一下 如果一個癌症病人 以為吃了血糖 就等於生痛 這樣就可以餓死了癌細胞的話 你想想你會累多少人 我做的consultation當中 就是面對面的諮詢當中 有一種就是癌病人 這一種癌症病人 他的生痛比任何人的生痛更加嚴格 是基本上是沒有酒斬圍的 OK 癌病的治療方法 在香港當然就是傳統的化療 電療 OK 但是 在歐美等地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包括甚至印度都有 土耳其 澳洲 有西瓜各地 除了香港 有新陳代謝癌法 新陳代謝癌法 是 非入侵性的 即是不用跟你打野的 第一步就是生痛 因為生痛就是 我起碼先關掉大門 我大門上了鎖 起碼不會有得拆人 自出自入 喜歡什麼時候來 什麼時候怎樣都可以 我先下一個閘 接著我再在內部清算 和癌細胞 OK 所以就是 其實這四個步驟裡面 有三個我們基本上可以做到 輕而易舉地做到的 有一個牽涉開藥 你就真的要飛過去 有受過 就是metabolic therapy 訓練的 腫瘤科醫生 那我有個列列的 OK 你可以找他們 去開那種藥給你 那種藥其實都不是 什麼有毒的東西來的 那種藥其實就是 幫助你的身體 去防止它 將葡萄糖 即是怎麼說 防止你的身體 將氨基酸 轉成葡萄糖 OK 但是如果你嚴格執行 癌病的生酮方法 其實這件事情 都可以不需要 因為如果你控制得很好的話 OK 那我怎樣要看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 很多人真的以為 吃了外酮 我肯給2500元 20天 我就會受 我就會有生酮的效果 不會 因為一天你身體裡面有糖分 它一天都有它的影響 OK 你想想你的身體 會出現多大的混亂 就是它一路儲脂肪 但它一路又以為自己身體是糖分 你抵消不了 因為你的胰多數的確有分泌度 它的確有儲存脂肪 OK 你要記住 當初 Professor Nagastino 發展這件事情 是給它們短時間用的 就是潛入對方的水位 是很短時間 可能它是要吃兩天 OK 等於我們要去西藏 或者去高原地區 我們怕自己的血液帶液量不夠 會有高生反應 你會吃紅景天 你吃一個星期 當然我不是說紅景天不可以吃 OK 但是 很多人問的問題 我現在又要回應一下 譬如 今天要講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OK 講一下紅景天我們講 就是說 我見到幾個客戶很好笑的 就是說 她每次 一個妹妹很小時候 很年輕 她說 我每次斷食完 我都肥了 我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女王你明明說 斷食了之後 是會瘦一個馬的 為什麼我會肥了幾個 我說 我斷食了四次 我每次都肥了 這樣 好了 那我再看回 咦 她那個能量 幫她檢查她的脈輪呢 她的solar plexus 太陽神經蟲 是離奇地弱的 但是現在我二十幾歲女 為什麼會這樣呢 OK 好了 我跟她說 我就說 聽著 你斷食 所有聽眾都想聽著 你斷食不是為了瘦 你記住這件事 斷食不是因為 我不吃一兩日東西我就會瘦 你記住 不會的 為什麼不會呢 你吃東西其實它會花味 但是為什麼 又真的會瘦到呢 並不是因為我吃少了卡路里 你記住 你不要再聽 那些傳統的營養師 傳統的醫生跟你說 要吃多些有益的炭水化合物 要低脂 跟著跟你說 你要計算卡路里 那些方法用了幾十年了 是不是 為什麼平均美國女性 她一生人會花十七年在減肥上面 就是因為 這個不可以 它在短時間 但不是長時間 長時間是不行的 你的身體是會反彈 而在你反彈之前 她會選擇局部去 shut down 正如 你如果是一架潛艇 那你能源不夠了 你是會關上不同的部門 去儲存你的能源 你的身體都一樣 她會留給最等待的東西用 她就不會放在那些地方 所以為什麼有些同學說她脫頭髮 那怎麼辦呢 脫頭髮怎麼辦呢 我跟大家說也是一樣 我讀這麼多東西 中醫營養 功能營養學 功能醫學 跟著 麥倫 all these things 目的就是想幫人 那我很樂意回答你 這問題是 我就這樣回答你不懂 因為我不知道你在吃什麼 我不知道你的生活習慣是什麼 我剛才講過例子 還有一些例子是 看到她說她受不了 很好笑 但她受不了的原因 是因為她吃得太少 Believe it or not 是真的 如果你的身體覺得 喂 我根本不夠用的時候 她不會放脂肪的 我經常都說 你什麼情況下 你會不用錢 就是你沒有收入的時候 或者你的收入很少 入不敷枝的時候 你就會不用錢 所以你要明白你的身體 怎麼想 但是 你說 喂 我吃得多會肥 如果你做這一套 你要找那些營養師 一個還在跟你說那一套 低脂 還有高碳水化合物 還有計算卡路里 我跟你說 你千萬不要聽這一套 OK up to you 你要相信誰 我絕對不會影響你的 OK 你自己去選擇 你自己去試哪一套work OK 但是 你的身體 你要明白它怎麼想 就是 喂 我 一步十行 就是我浪費得一天 我只有一天有飽飯吃 然後又不知道多久有沒有飽飯吃 你呢 又吃不定時 然後呢 我又一天會有足夠的營養 一天我又不夠 我什麼時候才會有足夠 我又不知道 它沒有一個regularity 即它沒有一個規律 你的身體不放心 所以它不會放脂肪 我跟我的客人做consultation 我都這樣說 我說老老實實 如果我每天有100萬進帳 你猜我會去哪呢 Chanel 當然是 你明白嗎 即是開玩笑的 其實我不是 即是可能 但我起碼不會現在這樣限 就是這樣解 比起雀 你什麼時候會不用錢 你失業的時候 你就不用錢 OK 或者你戶口 只剩很少錢 你怕那個月都不夠錢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shopping 你就不會去旅行 你什麼時候會去旅行 你會去 shopping 你就有多餘錢的時候 當你的身體 認為你有足夠的營養 和它夠安心的時候 它就會放的了 所以為什麼你說你生疼 你受不了 Well most probably 是你吃得不對 OK 又或者說 有人說生疼之後 那些兒媽都亂了 那些驚奇都亂了 Well I don't have that problem 我想我沒有 我心同之外 那些驚奇是史無前例地準時 有男慶祖都不好意思 史無前例地 顏色是漂亮 和時間長的 OK 即是回復回 年輕小女兒的時候的那種狀態 Obviously 我知道要吃什麼 但你說我是不是吃得最好 正如我教你們吃那樣 都不是因為我太忙那些時間 所以我都是盡量吃的 但是我的盡量吃 我都可以這樣 何況如果你知道你的身體狀況 是要怎麼吃 而你是可以跟到 你明白嗎 因為有些人的生疼 是真的為了癌病 希望盡快康復的 OK 記住生疼飲食 和任何其他東西都不抵觸的 愛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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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OK 对了 那这样就 死了我讲到哪里了 被儿子叫了一下 马上云飞拍伞 对了 就 你要令到你的身体 知道你不会善他 你要你的身体知道 可以安心 OK 那么他才会受的 那你说 喂 惊奇那样东西 喂 那 你给不到你身体 他所要的养分 所以他就会选择性 shut down 而他shut down的 喂 生孩子那些东西 哎 走开啦 你明白吗 但你的身体现在敢生什么鬼啊 走啦 那他就shut down了那一部分 by the way 这就是孩子来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这里这样的 这个人很夸张 如果大家看以前的节目 今年年头那些呢 是走过来挨住你的 好衰的 你的行为 你这只猫都像你那样 就没有人 没有人狗乞 说笑 对了 我乖了 妈咪放下你了 因为你太可爱了 你这样 我会用你分心 OK OK say bye bye say bye bye say bye bye OK OK 好了 所以选择性shut down的症状 包括 停经 或者经期不准 或者是经期很少 OK 就是简单来说 你的磁鱼呢 你的sacral呢 不健康 OK 好了 另外一个shut down 就是什么 头发 脱头发 头发不灵 OK 都是那一句 OK 要不要买洗头水广告 OK 吃过光吃得不太正 OK 这里好一点 看不见到 OK 有染的 但OK的 头发 量都不少 OK 好了 第一 我是用洗头鲸的 我不是用洗头水的 OK 洗头鲸呢 online我们有的 之前那一只 对不起我说一下 我跳一个 我突然醒一个 要说 之前那一只 洗头鲸呢 卖了 那 未来的那批 没那么快 因为成熟期当中 我们那些不是commercially made的 我们那些是手工鲸 是冷製的 亦都是用最美的植物 最美的油 成熟期需要时间 如果你看看 比如阿腊婆鲸 我们未来都会有的了 或者是法国马赛鲸 尤其是阿腊婆鲸 是越来越贵的 因为它越成熟 其实越好的 那现在呢 之前的洗头鲸就成熟着 那现在有一批呢 是姜的 那里面有新鲜的姜汁 姜的蒸油 以及姜的浸泡液 那如果譬如 中医所说 是因为虚寒 而脱头发的话 整天头疼 头疼 那些会适合来的 OK 几十元一块而已 是一块鲸 等于两三支洗头水 其实是很抵 而且因为患好 因为你可以用完 它就整个不见了 你放到盒子里 你带它去健身 做瑜伽 什么东西 都是很方便 它又轻轻 因为它不是水 OK 接下来呢 会有很多不同的洗头鲸 我找人订了 我读给大家听 因为很兴奋 全部都是草药 有两个是中药系列 手污黑豆 芝麻 这就是头发 比如说 中医理论 灰白 手污黑豆 折芝麻 第二个就是 人心天麻老疆 你听到 就是头痛 头痛 头云 那些 记住 这是中医理论 但当然你头云头痛 可能有别的原因 可能是 血压高 可以是因为你的 颈椎第一节 我们叫Atlas Atlas是出自 罗马的神 神画 背着地球 所以 脊椎是叫Atlas 即是T1 那个位置 就像刀 这样子 中间就是脊椎 和神经 只要稍微移动 你都会走身不舒服 很硬 当然脊椎可以帮你拍 做adjustment 那我当然不会 你就可以这样 按摩 用按摩的方法 还有到时 铜锣湾百德新间 我们的 wellness center 我们的门市仔 里面会有 therapy room 到时会给一些 我俗称叫 龙虾的东西 给你躺在上面 去帮你adjust 躺在这里 OK 所以你头痛 不要想着 我直接买一个洗头皿 就可以搞定 事情往往 不是单一的 不是单一原因的 OK 我不是说中医那团不对 但你要找清楚 它是什么理由 什么原因 正如那些人脱头发也好 是不是现在出了一个广告 说什么 要生发才杀菌 我看完真的有点笑 他真的赚了很多钱 但是 你一定是因为菌 未必的 OK 可能因为神器不足 中医的concept OK 在功能营养学的concept 你可能是 矿物质 和某些微量元素 某些营养素 某些营养素 不够 你叫我这样 Biotin不够 OK Biotin不够 就生不了carotin 即头发 面头那一层 所以如果你要头发亮的话 那些光在哪 OK 你要头发亮的话 其实你是需要 有这些的补充剂 OK 打灯面 哦 是不是很好 打得太好 好 目的 很亮身的 婚姻草 金棧花 牛油果 小麥草 尤其適合頭髮染色 綠色 藍色 青色 藍色 我之前都染藍色 還有一種是櫻桃 車梨子 那種是紅色 啡色 還有 還有 現在的老薑 還有之前的沉麻 我忘記了什麼 這些是洗頭的 陸陸續續放在網上 大家不要吹 我一直有放東西 每天都會 最近也有勤奮 好 我們繼續講 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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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 可能是因為 剛才所講的 廣告所講 有菌 可能是因為 吃的東西的營養不夠 剛才所講的礦物質 微量元素等等 也有可能是 卡路里不夠 蛋白質不夠 遇事等等 還有中醫的滲氣不足 這些原因 所以 你要先認識 你的問題在哪裏 你先好 扔錢下去 不要浪費錢 不要盲衝衝 亂撞 因為老實說 你說錢不是問題 你不介意花 當然 那個叫你要生化 鮮殺菌的人 他一定不介意的 你幾百元買他一瓶 一街的人去買 他一定很開心的 沒問題的 你肯就買 但是 the truth is 你也同時之間 其實你延不緊你自己的 怎麼說 那個治療時間 如果 你的頭髮一直這樣套 它一直這樣小 除了是不漂亮之外 如果中醫所講的 是腎氣不足的話 那 你用了別的方法 吃了別的東西 或者查了別的東西 你不是真的去到問題的根本 其實 你的腎氣不足 它除了脫髮 它也有其他的影響 你明白嗎 所以不是你肯不肯用這個錢 去試一下 而是 不想有所謂的 誤診 延誤的情況 我現在看到這位 很特別的聽眾 叫明彩 我對他很深刻印象 為什麼呢 所有聽眾當中 我有很多很好 有聊天 有分享 但我對你特別深刻印象 因為我在東京走到博物館的時候 我就記得 你說 送餐 你要求10點至12點送 但不知12點多都未送到 然後我同事已經差不多被你弄到哭了 那我就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裡 不斷跟你錄音解釋 我就說 其實我們就不像HKTV魔材和世大 我們都是找摘吉便幫我們送的 那摘吉便呢 我們有跟她說你想幾點收的 但是摘吉便呢 即不是我開的嘛 我不是老闆來的嘛 如果我是老闆 我自己開車來送給你啦 明小姐 但是呢 因為呢 我們交了給她 就算我們千頂萬足 我求求求你啦 明小姐呢 她要求一定要10點至12點 因為她的時間很寶貴都好 那問題是 人家真的一架車裝很多貨 又不止只有我的貨 而且也真的有機會 就算她真的認為 她一定要派給你先也好 那但是真的可能會失車 那所以真的 我們很難呢 可以你很特別說 我要10點至17分 或者是 我要11點52分這樣給你 甚至你這個時段 你認為兩個小時很合理 是很合理的 如果你是自己司機去車 他遲到你可以罵他 但是 問題是 一個是一間外判的快遞公司 就是我想 你如果有在網上訂的 例如Amazon也好 淘寶也好 Iherb也好 其實不論是DHL 還是 信封也好 它都沒有辦法指定時間 幾點鐘送給你的 真的 是啊 那所以就是 為什麼要開一個門市 因為就是到時候 放在那裡 那你們自己上來 可以看到實物 這樣 譬如你幻想 牛角包應該是 臉那麼大的 但是呢 其實因為 心和牛角包 不是有小物 裡面沒有膚質 搓不到它 它的銀性變得很大隻 所以其實是迷你牛角包 來的小小隻 這樣 那可能你見到實物 那你可能試吃了 你覺得滿意才買 我想可能香港人的模式 都還是比較 是喜歡 現場見到 這樣 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吃外面的牛角包 10元一隻 那為什麼 我們那些小隻 又會這麼貴 因為其實 杏仁粉 是小麥粉的 28倍的價錢 那如果外面一隻 正常的牛角包 買你10元 我應該買你280元 但是 不是 那 但是都是那一句 因為 我覺得生農對身體好 那所以呢 就 我堅持做這件事 希望呢 更加多人可以受惠 那 就 提回 上次阿Ming 這位同學仔 我打算上次 這樣說 摘吉便 沒有在他指定時間之外 派到他 應該生氣生氣 然後呢 應該以後都不理你 還有聽 那當然很感恩 但是呢 提一提 上次有提過 就是我們講Sharmon 殺滿那一部份的時候 那其實那個毛衣呢 就不是 這個 體毛那個毛 或者是貓貓貓毛那個毛 其實呢 是毛術的毛 但是這個也都是 不是特別了解的人 就是 俗稱門外漢 才會 這樣去理解 那 為什麼 你現在落後地區 才有毛衣呢 Not True 是啊 Not True 如果你真的去看的話呢 其實 我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接觸到的 絕大部份呢 那個 Root 都是在Sharmonism 那裡的 但是我不在生同感受 這個節目裡面說 我想我留在 都是那句 留在如是我問那裡說 因為 每個人的接受程度不同 那我們 這裏我們 我們 維持在 這個 叫做 肉體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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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說了年多了 我還在說 elimination 那部分 elimination 就是去除 那去除什麼呢 就是去除糖分 去除你身體裡面 沒有益的東西 好老實說 作為一個商人 如果我是 明白 就是一個 只是看錢的商人的話 我應該換轉是跟你說 先說 restoration 就是現在你周圍 YouTube上面 看到那些 每天吃一個 什麼什麼 身體就會怎樣怎樣 吃這個東西對身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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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買的 其實應該是這樣 所以你看大部份的廣告商 賣橙的跟你說 很多維他命絲 賣奇異果 他說維他命絲 多於橙 賣椒的跟你說 那你便買了 相信他 但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們的問題 不是不夠 是太多 OK 是一件很不適合的 什麼叫做太多 我不覺得我太多健康 但問題是 你的健康是因為你太多糖 你健康不好 是因為太多糖 所以 為什麼 在健康醫療裡面 第一件事是要做的 是去除 去除了你身體裡面 先影響你 令到你不健康的東西 例如糖分 令到你不健康的 先去除它 膚質 小麻 還有一些致敏原 包括牛奶 是對你身體不好的 令到你會有過敏反應 OK 過敏可大可小 OK 它可以是一個 Sensitivity 它也可以是一個 Ellergy 分別是什麼 Sensitivity 是局部地區性的 但是 如果是Ellergy的話 是可以 Full Blown 你整個身體的免疫系統 會自己攻擊自己 去到這樣 OK 那你告訴我濕疹是什麼 濕疹不是 濕疹不是Sensitivity 是Ellergy 它是大幅度全身的 OK 好了 濕疹這個 topic 我們會講 接下來會講 OK 所以說了年紀 都還在講Elimination 很多人都知道 糖分不好 我要去除糖分 糖分以外 譬如我們可以講 膚質有什麼不好 可以講牛奶有什麼不好 OK Elimination 但每個人的Elimination 都不同的 譬如說 對我來說 是良藥的 對你可以是毒藥的 例如 例如 好像大家都是 這個叫做 腎上腺功能不好 OK 但是可能我需要食人心 但是你食人心 立即好吵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腎上腺 功能障礙 都有很多個不同的版本 還有很多個不同的階段 簡單一點理解 就是中醫所講的 腎陽虛 腎陰虛 腎症虛 腎氣虛 四種 四種所需要的草本 和治療方式 都不同 OK 最簡單不會死人的 就是透過喊救的方式 但我發覺 我很多時候 跟職員的客人說 他們就會 蛤 很臭的 蛤 那股味很壞的 那其實呢 我現在都掙扎著 我來著 我們的Wellness Center 好不要做這件事 我一定會有的是什麼呢 就是 Targeted Frequency Attunement OK 好了 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簡單的說 調頻 OK 中醫怎麼可以 大家看古裝戲都知道 把脈就知道 咦 起脈 這樣 是不是他把脈也有兩個心跳呢 這樣 還是為什麼他把這麼小的位置呢 他就已經知道 咦 你哪個器官怎樣 哪個有強 哪個有弱呢 這樣 你的脈搏的強弱 OK 快慢 還有他的虛實等等 OK 其實就是 我們叫做 Frequency 你問Tesla Tesla Tesla 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他都跟你說 你要了解這個宇宙 你就是了解 Frequency 和Energy OK 為什麼佛家會說 其實 無我上 無眾生上 其實 你和我都是粒子 你和我都是震動的粒子 但這件事去到身體層面 我們怎麼理解呢 就是 為什麼我和你們說過 OK 兩組機 一組機 你觸碰它 它可以幫你全身掃描 八百樣東西 25分鐘 觸碰它 另一部德國機 更厲害 不用觸碰它 在你面前 已經觸碰到 OK 好了 而那些是在很底層 你未驗到 驗血都未驗到的層面 它已經查到 因為透過Frequency 都是那句 如果你接受到能量 你接受到有穴位 有經絡 有默倫的話 就是 detect 到 哪裏有斷層 哪裏有弱點 哪裏有 是有 穿漏 OK 那就是在那個位 幫你加強 就是這麼簡單 通不通不通 因為其實就是 你睡在這裏 接下來我們 那裏所有 幫客人做的Frequency 叫attunement targeted 就是針對性的 OK 那我 另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找了一些最厲害的瑜伽先生 針對物論 去幫大家處理 OK 譬如 你是 底論的問題 底論包括什麼 舉例 個人有焦慮症 黃黃不得終日 骨頭的問題 肌肉的問題 那些很身體層面的 硬身的 地水火風裡面 是地的元素 就是在海底輪 OK 好了 海底輪 就會例如星期一 那星期一 我們會做一個小時的 默輪瑜伽 是針對海底輪 再做半個小時的 targeted frequency attunement OK 睡在這裏 你們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都做了 OK 但是 according to 我和 我的 同事 OK Melody 我們的先生 Kevin Turner 不用想想這本書出來 那 他的 名句就是 Prove is in the pudding OK 你想完之後 你的感覺是怎樣 How do you feel OK How do you feel Do you feel better OK 我們現在的consultation 因為場地所限 我們是拿了陰叉出去 我們幫客人 例如誰默輪藥 我們幫他tune tune完之後 有些客人的反應 就說睡得好 但我做了一分鐘 其實 有客人就說 他本來看日子有重影的 然後回去那一程車 那一晚 重影不見了 清晰了 OK 但是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 你不能夠說 有一個很長時間的效果 還有如果你有做了 那一小時的默輪瑜伽 效果當然會更好 因為 你真的自己有 努力去做 OK 對了 那 說回 剛才我說的個案就是 他為什麼會是 喂 斷食了之後 反而肥了 跟著他 要計算自己 要吃多少蛋白質 計算自己要吃多少脂肪 但為什麼瘦得這麼慢 OK 但是很有趣 他說 他自己說 我去旅行 我沒有計算了 因為我和一班人去旅行 我沒有計算 反而我回來瘦了 我說 你自己已經知道了 其實 是壓力 你日日上榜 你計算蛋白質多少 脂肪多少 然後 不斷地說 為什麼我還沒有瘦 然後你斷食 一些對你的身體 都是構成壓力的 你要明白的就是 你做H.I.I.T. 即是高強度的運動 你的身體都認為是壓力 妹妹就是有做這些運動 跟著我剛剛最近又見到 另外一個客人 又是有這個情況 她也是說她瘦得很慢 她有做H.I.T. 我跟他們說 你不要管 睡醒 不要等四個小時才吃東西 什麼時候想吃就什麼時候吃 OK 想吃就吃 除了澱粉和糖 水果 當然這些不行 這些以外 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 不要記住 知道嗎 OK 不要斷食 吃到你被我檢查了 你的腎上才是健康 你才好做 而另外一個男性的客人 很好笑 OK 這也都解釋了為什麼 我說 做Consultation 一定要自己來 不要跟老公老婆一起來 因為 我講白一點 很多時候 你的壓力還原 就是你旁邊的客人 你明白嗎 所以 老婆 這樣 很甜蜜 很 要一起來 這樣 但其實 老公在這裏很不自在 即是 我記得有一個先生 他見到一些事情 他請了個表情 這樣 這樣做 這樣做 醫生 要他認識 但是 教他生童 怎樣 你飲食時間多久之內 吃些什麼 不要吃些什麼 喝些什麼 拿些什麼 去沖茶草管 吃些什麼 食物 等等 他現在的血糖 去到五點幾 正常 不用吃藥 醫生都放棄了 不叫他吃藥 完美 他問我 怎樣 再斷食 我看了他那個墨龍 我說 我跟他一個英文人來 我說 Dude Don't do it Don't go on fasting 我說 Don't fast Until You've done something that make you feel really really relieved OK 那 那 那一次 我們四個人一起見 但我有辦法引導到他 他說 因為他不是在香港讀星道長 他是在外國大 他所有的童年朋友都在外國 他說 他真的可以很放鬆 他人什麼都不用想 然後就覺得 不如 所有的重擔放開了 就是 當他回到他成長地 見到他那幫朋友 OK 大家就這樣 可能坐在郊外 這樣 然後吹水 他就覺得真的很relief 他就說 你已經放你多久做一次 他就說 一年做一次至兩次 他就說 他去到的時候 他是 是會受的 還有 所有的指數都可以 很正常 很英俊 There you have it 情緒的影響 所以 不要跟我說 情緒沒有影響 絕對有影響 OK 我現在 之所以會這樣 都是因為 情緒 因為最近壓力 大到 那些東西 迫過來 因為 你知道 香港的租金不是人品 然後 裝修 你又怕他會遲 那些東西 全部都齊了 而且 本身已經很密的 計程 然後 有勞氣 有激傷 所以 情緒絕對有影響 那一次 那個先生 很棒 他就說 其實你問我 我最大的壓力是什麼 然後他就看著 他老婆 對 然後 那一刻 我跟他說 Dude Give yourself some time 我說 英文有一個東西叫 Man Cave 就是 男人的動穴 OK 你自己躲進去 那個男人的動穴 你可以在裡面 拼模型也好 睡覺也好 打遊戲也好 把物件到處都好 就是Be Yourself OK 在那個地方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是老婆 不要在旁邊 又不斷搖你 吵你 吵你 你也不需要 把你自己 對著老婆 那個好老公的 那個形象觀出來 OK 任何人都是 你需要這個時間 You're alone time OK 去給你的 皮質醇的水平 有機會回落 所以這個客人 那次 我引導 她說了出來之後 我跟她說 你不要想斷食了 OK 直到你真的做了一些事 譬如你回去見了你的同年朋友 放鬆了 OK 你整個人 放鬆了 舒服了 OK 三天之後 因為你的皮質醇 回落 所以時間 三天之後 你才可以做一個 三天的斷食 但是在她的情況 我都叫她不要水斷的 是要喝個湯 OK 因為不像 在我的看法裡面 她的腎上腺 不像是夠強 去做這件事 那斷食是否好 絕對是好的 但是她之所以這麼好 是因為她令到你的胰島素 抗左 回復正常 能夠將一個大幅度的調整 一個海爾蒙的調整 很多人還以為 我正在吃的東西 令到我肥 她只是很間接很間接 很皮膚很皮膚 即是 你吃澱粉之所以 會令到你肥 因為它刺激義肚素 你生完小孩之後 真的受不了 是因為 她的女性海爾蒙 抗爐真的太高 而沒有降落 她還要不斷在吃豆腐的溫豆漿 OK 又或者說 她的肝真的很不健康 因為可能長年六月 太多的果糖 酒精 令到肝已經飽和排出 也有可能是 重金屬污染 OK 身體沒有辦法透過正常的 淋巴排毒 退出 所以 第二 先判斷了什麼問題 不要一來就相信我廣告 脫頭髮一定是要殺菌 那就可以 傻家給四五百元去買一瓶 那樣的東西 OK 又或者說 我一定是吃得太多脂肪 所以 我就 不吃脂肪了 我吃少點東西 這樣 Well Don't be surprised 我見很多 是因為吃得少 所以 不瘦 包括有一個 女生 OK 她是天天上榜 她做很多運動 她是瑜伽先生 OK 我教她要用薄膏 她不敢用薄膏 然後整天上榜 說自己內資高了 後來有一段時間 她沒有找我 因為她是阿姐你寶天的朋友 我就問阿姐你寶天 我問你師姐最近怎樣 然後她說 不知道 好像瘦了 這個同學 當我找她回覆我 她說她瘦了 她說 我放下了 沒有整天上榜 她說她找了一個 輔導員去聊天 OK 將她的心結 有一些 情緒的東西 放了出來 OK 接著就瘦了 記住 你的身體 不只是面頭那一陣 的雲石 下面有鷹泥 下面 有地基 OK 再去到底 是地殼中心 容顏 OK 所以 你的問題有多深 不知道 要檢查 要看 如果 就算 你的家庭醫生 你的西醫 告訴你 我沒事 這樣 但你還是覺得有事 的話 你檢查 你用別的方法 檢查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幫忙 你去找中醫 OK 你去找印度的IV 醫生 或者狀醫 都可以 OK 或者找Energy Healer 例如 未來 我們的 醫療中心 我想請多些人 一起來 例如 Reiki 靈氣 的 導師 如果有聽眾 請你聯絡我 OK 我想 包括你們 動物全心的 導師 想你們一起來 儒家 導師 我想你們一起來 我想建立一個 社區 一個社區 是一個健康的社區 一個關心健康的社區 OK 不同的 模式 不同的形式 OK 可能你試了 靈氣 你覺得適合你 但有人試了覺得不適合他 他可能覺得 Integrated Energy Therapy 適合他 可能有人覺得 這些都不適合他 他覺得用Shamanic 煞滿的方法 幫你 聚氣 雜氣 哇 我馬上覺得整天精神 OK I don't know 因為每個人 要的東西都不同 好像我自己 我是受中醫 我受草本多很多 所以我整個屋 都是草本 都是Herms 但有些人就是 我一定要吃西藥 西藥才可以 所以 但我相信 聽到我節目的聽眾 都可能 未必是覺得 他只相信西醫那一套 那都是那句 如果我被車撞 我也想 白色車在我醫院 幫我亂針 幫我骨 但是 我 只不過 我不認為 西醫是唯一 一個 我可以依賴的醫療方法 而已 我相信 我的聽眾 都會 可能接受到其他 不同的方法 OK 那 而我是 就是 沒有入侵性 不用刺穿你的皮膚 不用令到你流血 不用令到你受傷 OK 的方法 比如 Energy Healing 比如 令到你 骨症筋有 氣血自流 幫你做Adjustment 比如 如果有一些 Therapist 是 可以做Adjustment 比如 Kyle Prachter 剛才所說的 Reiki Master 動物傳心師 OK 或者其他營養師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有興趣 加入我們這個community 的 Please send me a message OK 我們約時間見面 我們談一談 我想 我們的community 可以幫到更多人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